年輕人 好 市長 這你中途都還好吧 今天出門有快篩一下嗎 沒有 沒有快篩喔 我確實應該快篩不是吧 現在你是奉行七加七嘛 對不對 對 所以你現在是第二個七 對 第二個七 理論上規定是不用快篩我知道啦 但是我建議市長還是要快篩一下 比較安全 因為畢竟我看今天備詢的時候 我們就有三位首長確證 那我看起來其實這個是未來要與病毒共存 那不過現在防疫新生活之後 其實很多的生活習慣都做一定程度的改變 包括我們一些商業行為 大家覺得好像電商、衛送平台現在變成顯學 賺錢可能會比較來得符合目前的一個實際的生活樣態 那同時一樣我們的政府要因應 你看我們上個會期 因為因應疫情我們的總質詢變書面 我當那麼久的議員第一次改書面 我還真的不太會寫總質詢的書面質詢 今天本來我們很想說 如果市長你還沒辦法出關的話 搞不好還要視訊來總質詢 不過我想這個市長還是很負責任的 親自到議場來備詢 當然這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不過看起來未來我們的生活習慣跟模式 的確就會做一些改變 未來可能防疫新生活要戴口罩啦 請洗手啦 打疫苗啦 快篩啦 等等這些東西 趕快變成生活必須要 那當然我們就要問啊 那我們的市政府的相關局處做好準備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那這是這個市長的倒數第二個會期 對議會來講 所以剩下時間不多 但是我期許 市長 市長你有沒有在看棒球或籃球 很少 很少啦 這個棒球裡面有個叫敗戰處理投手 就是說 反正要輸了啦 放回去啊 隨便派一個二軍 比較一般的這個新生代的投手來立內歷練 這個敗戰處理投手 我希望你不是 籃球喔 有個叫垃圾時間啦 什麼叫垃圾時間 反正數很多啊 這時候 球迷也不會想看 因為很無聊 那雙方們就派一些新生代的球員來歷練歷練 我希望我們這個最後的階段 也不是垃圾時間 為什麼 我期待市長 在最後的任期裡面 應該要奠定好 台北市未來 下一任要接的市長 應該有什麼樣的樣態 我們常常檢討說 下個會期要編預算啦 但編的預算不是你要用的 就如同你第一年來的時候 你的預算是好龍兵四府編好 那編那個預算你就要執行啊 你不可能不做嘛 那等於你在實踐 上一任市長的這個計劃 那你說市政是有延續的 所以我期待這個時間 你不是敗戰投手 也不是垃圾時間 應該在每一個時間把它扮演好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所以剛才提到的這個因應 防疫新生活的防疫的工作 我們就要稍微問一下 我問一下很細的問題 各局處準備好了沒 我先問一下 到底我們有沒有掌握 在防疫新生活之後 每個都戴口罩嘛 所以我們口罩所造成的垃圾量 我們都要做評估 我們環保局有沒有做評估 有沒有目前來看有沒有增加 基本上就是這些口罩的垃圾 並沒有造成說我們的整體的垃圾量 有巨幅的成長並沒有 那現在的口罩的這個 所謂垃圾處理方式是怎麼樣 那就是說這個 如果是確診者的話 他可以透過關懷中心 跟我們環保局約定 我們會去他居家照護的地方 那去收 如果他也需要的話 那一般現在很多的民眾 他們都是會擺在家裡一個禮拜 然後之後就消毒之後 所以市長問題來了 確診者到底會不會像劉區長所提到 這麼乖 打電話給環保局 他要去PCR 他要去就診 他要注意他的身體狀況 他要隔離他就忙得不得了啦 他有時間打給環保局 環保局你有統計過 你有介紹過多少電話嗎 我們就是現在大概就是 如果說全台灣的量 大概有60%是台北市這邊收的 就是這些居家照護的這些 確診者的 市長我的意思要很務實看待這個問題 而且我講真的 像我幾乎是每天快篩 因為每天爬爬照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顧及一下自己身體的狀況 快篩試劑完了以後 如果是陰性當然沒有問題 那如果是陽性呢 他如果那個檢驗盤之後 其他那個議題呢 他要怎麼處理 是當醫療廢棄物處理 還是一般垃圾處理 我們還是 因為他這個人就會變成是 這一個就是居家照護 那麼就是回到剛才講的程序 他要嘛在家裡面擺七天以上 他之後 七天因為病毒活性沒了 他可以消毒消毒之後拿出來丟 劉教授你講的都是應該要做的 到底實際上會不會這樣做 市長我提醒這件事情應該列入我們這部分的功課 要怎麼做處理 我們可能要有一個SOP 我只是做個提醒 我現在當然沒有說 你現在做得好或不好 因為我們面臨到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以後會變成常態都不一定 搞不好以後大家都要快篩才能去餐廳 快篩才能進議場 快篩才能去哪裡啊 都有可能啊 那快篩之後的這個檢體要怎麼做處理 我覺得這一塊也是很重要的 要請坐 另外市長我們問一下 現在快篩 我家人也有人確診 我帶他去PCR 孩子們會很擔心去 哇 戳皮孔啊 那我們的相關單位在公費的使用上 比如說醫院裡面 你要做快篩 你要做PCR 有沒有幫兒童準備孩子準備好 比如說唾液的檢疫的方式 這個早上喔 才特別拿出來討論喔 那個請齊大臣 是 這是 議員問的是非常好的問題 甚至是世界性的問題 那這個如果能用唾液齁 我想不管小孩大人大家都希望用唾液 那不過唾液呢 之所以到現在還沒有辦法用 因為他的敏感度跟靈敏度不夠 那退而求其實我們希望用在小孩 因為小孩子畢竟比較辛苦 對 我剛才特別提到兒童的部分來使用 但是偏偏呢 兒童的四季啊 已經明確規範 零到兩歲不得使用 所以最需要用的這一群人 反而更不能用 那剩下的那個指數要 零到兩歲如果是一歲之前 我倒還不覺得是比較那個 但是如果兩歲左右的孩子 他可能會心裡產生陰影啊 會害怕 是 這個反而是比較危險的 但是喔 市長你要知道喔 侯友宜市長 他已經採購了 兒童唾液四季 而且是未來給孩子用的 那如果照總院長你的意思講說 那今天不應該用啊 現在是學不會做的啊 是這個意思嗎 也不是 就是他其實 理想跟實際之間有距離 當然我也同意這個議員您的意見 就是說 爸爸媽媽很心疼 所以有一部分他們還是可以去買 那坊間也有得賣 心疼是個狀況 另外你在執行上面可能就會有障礙 孩子會抗拒 這抗拒喔 未來會不會在他心裡留下一個 你知道你有孩子就知道了 有時候你白天玩得太過分喔 晚上還會做噩夢啊 一樣啦 他快一塞口 他就會說喔 都不一定啦 這個接下來我還會談一個問題 喔 就是我們針對 喔 總院長你先請坐喔 針對 在學校裡面尤其是這個兒童 小學左右的這些孩子們 如果確診之後 我們教育局或相關單位 有沒有做好心理輔導 就確診的本身 還有周邊的這些孩子們 會不會看到 哎呦 確診 好可怕喔 好像當成麻風病嗎 我們以前看到麻風病一樣 很可怕傳染病 這部分我們有沒有做好 這個心理衛生的輔導 好 教育局 好 教育局 謝謝 因為這個部分我們有透過我們的輔助中心 接合學校裡面的輔導老師 心理跟社工師會來協助學校 尤其我覺得那個 同理心是我們社會跟校園共同的功課啦 因為事實上 不要對這些人產生一些歧視 好 這個局長 我們都講一南面了 本來就應該這麼做 我們也是要這麼處理 好 我要提醒市長是說 我們面對這個新疫情的來臨 這是防疫新生活 未來可能變成常態 我們都要去關心這個部分 我剛才也想問說 那警察局現在九側 要怎麼側 九側要穿開 要去呼吸啊 要去吐氣啊 會不會因為這樣的關係 讓我們的員警 在第一線執勤的時候 造成一定程度的 這個受害或危險 您怎麼處理 跟我們做報告啊 我們這個九側去有這個 防逆吸的一個裝置 也就是在進行九側只能吹氣 不能吸氣 它回來它就自動擋住 這個是我們在防止這方面的一個 的一個設施 那另外 這個我們在這段時間 我們這個 在進行正式的九側之前 我們有酒精的感知器 那我們過去在測試有時候 有一些同仁會要求他把口罩拉下來 我們嚴格要求 不可以拉下來 頂多就是在對車內的 他去做的出塞 OK 防止有這個接觸的一個機會 那第三點呢 我們在酒測之後 執行酒測之後 嚴格要求每檢測一位 就要落實徹底的清潔消毒工作 那我想在整個 包括我們自己同仁也要做好 防疫的各項措施 因為做好自己被酒測的 或被這個盤檢的 我們這個車 就駕駛他才會安心 這是彼此應該要 都要去重視 好我想這個 警方執行是 絕對沒有打折扣的 必須要執行 尤其酒測 但是酒測的部分 還是要保護到下一個 被酒測的人 以及我們的員警 又是員警第一線 他在執行的部分 聽起來你們在設備 還有SOP上面是有改進 都有相關的補強 這部分我們就繼續加油 我就是提醒市長 我們各局處針對防疫之後 有沒有做好相關的配套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一直在關心 包括我本來問官傳局有沒有做人流 不過現在未來可能要 這個與病毒共存 可能我們把相關的防疫處做好之後 流流管制可能慢慢也會比較鬆也不一定 好 那接下來我進入另外一個主題 就是 市長你會覺得你當了快十二年 十一年多的市長 常常被評鑑 被評鑑這幾年都是這個六都最後 現在甚至是全國最後 你有沒有話要說 覺得說 怎麼可能 我每天嗡嗡嗡欸 那麼認真做 我怎麼會最後一名呢 沒有 正在正在正在做學術研究 真的 市長齁 其實這一個調查 有它意義在 就是說 當然啦 你調查每一個城市的居民 他對於他的市長首長的滿意度 基本上沒辦法去相比的 屏東縣的縣民對他的縣長滿意度 跟台北市市民對柯文哲市長的滿意度 怎麼比較 也很難比較 也很難比較 每個人感受不一樣 每個基礎比較的基礎也不一樣 但是他為什麼我講他有意義 就是他的意義在於是你跟自己比較 但是他也不太對 這件事是很重要 你總不能每次都是 台北市民對你的期待那麼高 但受傷害那麼大 這樣也不太對 這樣也不太對 我覺得 所以總歸一個東西啦 市長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說 這個時間 最後 大概半年的時間 不是敗戰處理 但是頭頭處理 也不是垃圾時間 為什麼 因為要重新放回 台北市民的官榮感 二三十年前 可能更早以前 可能四十年前 有可能 麥當勞來台灣設 第一個台北 我中華人 我阿嬤說 我要去台北吃麥當勞 欸 台北是一個進步的象徵啊 真幾何時 現在當然啊 我們現在社會水平大家普遍提升了 但我們跟國際相比 我們到底有沒有進步這件事情 市長你會不會覺得 每一次你在做市政報告的時候 你羅列很多 這個台北市得獎得獎 我都會跟你報告說 欸 要跟國際比較啊 跟台灣其他都市比較有什麼了不起 你大第一名啊 你有最好的公務團隊 你有最好的預算 你有美光燈的這個閃耀 不第一名啊 誰要第一名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喔 我們還是要特別看待這個事情 我就回想 這個從1994年 時俠市台北市長民選之後 我們看到每個市長 或許政長立場不同 那至少我當議員 我還歷練過兩個市長 一個好農民事長 一個柯文哲市長您 那到底是每個市長留下來是什麼東西 陳水扁可以看到 喔 這個交通黑暗 其實因為要蓋捷運的時候 他就大當破斧 要求人工 要求這個議交 要交警 要做處理 這八大行業 當然這是有爭議啦 那比如說更更重要的是 他重新帶起公務員 對於他這個職務的光榮感 可能以前喔 還沒11點就去吃中島了 做什麼 那個是重新 換回一個氛圍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可取的 那很可惜 他只當了一屆 只有四年 好 馬英九 我們老鄰居啊 馬英九 至少一區一個健康中心 現在大家都覺得 至少我有地方運動 還不錯 還不錯 那他合併了這個市立醫院 變成市立聯合運 至少把成本 把整個運作給扁平化 我覺得這個 當然他也有他的 這個成績在裡面 這個衛生下水道 從40%變成80% 這個也很不容易喔 因為衛生下水道 就沒辦法剪彩啦 這也是他做的一個事情 那郝龍斌做了多少 郝龍斌有沒有助理好運啊 聽到啊 花博啦 爭取世大運 喔世大運 你不要拍拍手啊對不對 這個 等等的這些東西 都做了 有聲有色 那 柯文哲市長 我看起來 有一件事情我覺得 還可以稱讚 就是我很多朋友 大家談的時候 台北市進步出就在哪裡 就至少 我覺得在 東區門戶計畫這件事情 是有打好一個基礎 其實你未來 可以交給下一任市長 繼續努力一件事情 所以我要問一個 第一個問題是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的規定 首長只能當兩屆嘛 八年 如果讓你在當第三屆 你又不願意 如果你當第三屆的話 你覺得哪件事情 你是一定要把它完成 TOD跟EOD 什麼東西 TOD跟EOD 這兩個最大 這兩個東西 要把它弄好 這兩個 TOD跟EOD 啊這個東西 就是 每一次我們專案報告 都請你來報告這些 這些事情 所以再給你四年 你是有可能把這些事情 給做好就對了 這個四年做不完 做不完 這個要 恐怕到十二年 要十二年 所以就是 你現在八年 八年再給你加四年 就十二年 不是嗎 是這個意思嗎 還要再十二年 環狀縣做完大概 大概 連TOD做完大概要十二年 那沒有辦法 任期這只有八年 那我是覺得說 至少要對台北市政 要有一定程度的想像 那我現在講講 我對台北市政的想像 就是 這些民調什麼 我剛才特別提到 這個不管怎麼樣 你服不服氣 事實上就在那個地方 那我覺得未來 台北市更重要的就是 友善的城市 我想大家都認為是如此 甚至在 這個好龍斌市長任內 他又大大大爭取一個 世界設計之都 我後來發現只有台北市申請 那也沒關係 至少透過這個活動的方式 來帶動整個 通用設計也好 社會設計也好 的進步 那進步帶來什麼 就是友善台北 那當然 我們看到我們台北 有這樣的需求 但是我看到 我們的座圍其實 都還是極小盛圍 不夠大開大和 我光提一個很細的東西 我們的河濱公園的路口 無障礙路口通常都是在哪裡 通常都是在這個水門口 水門的路口 你知道幫我這個 嬰兒車啦 腳踏車啦 輪椅啊 然後幫我進去 其他地方你都要跨過階梯 過一個天橋 好不好 到河濤公園 所以我們就要試想啊 如果我們站在這些 有需求的市民身上 我想有需求是每個人都有可能的需求喔 你我都可能會老啊 我們有一天可能要坐著輪椅啊 有可能啊 對不對 媽媽們有可能懷孕啊 大肚子啊 可能要當新手爸媽 要嬰兒車啊 這些東西不是只有 我們身心障礙的朋友用得到而已 所以 我是覺得 市長在這最後的任期裡面 應該要把這些友善空間 跟無障礙空間 做一定程度的盤整 我們到底哪些東西要去做 其實如果我在 好農民市長說 我問最多的問題 什麼問題 我講的靈異學 王耳一笑 這個叫做這個有聲號字 什麼叫做有聲號字 有聲號就是 事葬朋友 他在過馬路的時候 他要聽 是不是可以過馬路 你知道這個有聲號字 他必須按下去之後 他才可能變綠袋 變什麼的 對不對 你知道他們設在哪裡 他們有些設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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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什麼 什麼那個 安全島上面 有的是在花圃裡面 我們的明眼人 當然可以看到 那個東西在那裡 但事實上朋友看不到 後來經過我們的要求之後 重新做一定程度的 這盤整之後 才慢慢改善 才慢慢改善 所以我覺得 市長 你在最後任期裡面 應該把這個事情 給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 就像 我們的無障礙廁所 到底能不能趕快完成 我那天 質詢了一下 公務部門 公務部門講說 公園的部分 大概可以做的 一定就可以做 不能做也沒辦法執行 那至少做起來 可以做的 百分之百可以達成 但是河濱公園的部分 我剛才提到 你看 河濱公園要去就很不容易啦 去了以後 我要上個廁所 都很困難 這個部分 是不是能夠加強 我們在河濱公園 我們無障礙廁所的提供 我知道 每個距離 可能都會有一個兩個 但是能不能夠拉更密集 那我們做了以後 是不是要 不要圍得不足 我看 這個市長給你看一下 這個石牌國中 公務部門也問過 哪些東西 哪個軟七八糟 哪些東西 這個 先進障礙的朋友覺得 這些東西都不可用 他都很明確喔 第一個 你看第一個 那個L型的扶手裝反了 然後第二個 他根本就是 如果力氣小一點的人 根本沒有辦法使用 第三個 位置也錯誤等等的 那為什麼會犯這些 看似很低級的錯誤 就是我們在驗收的時候 其實沒有設置身阻力 去幫這些身心障礙的朋友 想到這些事情 所以說 我們在制度方面 是不是要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所以我就希望 我們未來 在各級的學校 還有政府機關 對於這些的 無障礙的設施 應該要有所配套 包括 承辦人員 或者是單位人員 對於一些 公共 這個建築物 設計設計障礙等等的 這些的 這種資格 的討論 或研習 廠商 可能要有這樣的資格 他才能投標 或者是 相關的承辦人員 要有做這樣的訓練 我想這是一個 我們可以在職 學習的一個過程 市長 你覺得這樣好嗎 這個應該 應該 但是我們應該有那個 無障礙措施的標準 只是說 蓋新的一定會照標準做 這個其實就是 加上去的 讓他更具有這個 能力一點 市長 另外有一個事情 我就很好奇 這個對於這個 兒童友善的 禁煙的環境跟街道 當然在這個 煙害防治法裡面有規定 相關的高級中學以下的學校 可能我們就要設置這個 禁煙的標誌 但是 幼兒園 托嬰中心 他的人行道等等的 能不能來做 當然現在最新的 本來是沒有要做喔 本來是他們要來申請 我們才能做喔 現在後來 經過我們的要求之後 像你們回覆我說 是可以主動來做 可以主動來做 但是喔 做的部分我們看起來 還是有超過40%的幼兒園 跟托嬰機構 沒有設置禁煙的這個標誌 人心到我們要設置這個標誌 市長 今天要改善 我們要改善 我們要改善 公辦民營的總共有80家 目前57家設置完成 我們在努力23家 也跟議員報告 我們先宣傳後鼓勵 未來會把它納入那個鼓勵 我們把它納入下一次的評鑑 就是你只要可以設 你設了我們就我們就鼓勵 不是 我現在在問的是說 為什麼我們不能主動去設 一定他同意 他說好我們才能去設 我這80間是一定要設 設我們就80間是公辦民營 由面而外有公而私 那沒問題吧 對 那你這意思講說 私人辦的就不能設 沒有沒有沒有要設 另外的191處 我們就是 講坦白就是棒子跟胡蘿蔔交替 就是透過評鑑 的方式 要求他設 不是啦 我的意思講說 為什麼一定要評鑑 之後要求他設 那你就給他設啊 不行嗎 或要求他設啊 對我是要求他設啊 那如果要求他設的話 我們不能主動去設 那評鑑 他不理你評鑑 你評鑑最高能夠讓他停業嗎 因為光這一點可以叫他停業嗎 如果沒有他還繼續營業啊 這個這個我們來努力啊 跟議員報告 我剛剛這個要突破 好 對孩子的健康 其實這一點 我們可以做到啦 明明可以做的 為什麼我們不做咧 那個報告一座 我們幼兒園已經設置完成是 一百七十八元喔 那我們也跟衛生局這邊有合作 那目前有申請的是一百一十三 那我們希望八一號之前 能夠把它設置完成 那有些是在二樓以上 那就 他們就沒有提出申請 我們也辦說明會 希望各幼兒園能設 能夠來設 市長 這個我就很好奇啦 為什麼他道德確認說 為什麼他評鑑 他才要設 我們怎麼不能強制他設 呢 就他在二樓 欸 我們會奔去上面啊 不是不是奔去上面啊 孩子也會下來一樓啊 怎麼會 他離開的時候 他也會到一樓 他又不是一直在二樓 他又不是說二樓 小朋友 家長把二樓把他接走 也不會啊 這跟二樓三樓四樓有沒有關係 也沒有關係啊 也沒有關係啊 其實 只要設評鑑馬上 到今年就解決掉 應該可以啊 我認為這應該百分之一百 處理啦 因為有分數他們就會去處理 好不好 齊定我覺得 這 沒困難嘛 我覺得這一點一點都不困難 為什麼還可以這樣 大家還討論那麼久 這個就明明應該就有社會有共識啊 你做也沒有說你不應該做的啦 你與法有據 你有公權力 對孩子又好 我相信沒有一個拖映中心 或者是幼兒園要說 欸你不能給我設喔 你設喔 我這樣對我的客員 或者是我孩子的環境有影響 也不會嘛 我出錢的嘗試我覺得不會啊 我覺得這來做好不好 黃局長這個衛生局應該也有一些 來配合 齊定剛才講友善啦 這個我給你看看我們的這個 一些人行道或通道 這個到處都是這個電線桿 但依照法規 我們當然有一些相關的規定 比如近寬不能小於1.5公尺 那如果是這個寬度 這個12公尺以下的 不能1.2公尺 或者是這個0.9公尺等等的 但是齊定 我們眼睛都看得到啦 這些電線桿要怎麼處理 輪雨過得去嗎 嬰兒車過得去嗎 如果我是拿著這個拐杖的市民 我過得去嗎 齊定 不好意思 這個確實是有這些 過去的這個人行道的寬度 有些寬度比較小 甚至於都不到1公尺的這個寬度啦 所以在早期設置的時候 又加上這些公共設施的這個障礙 造成通行的寬度不足 那這個部分當然還是要透過 位置的移設 然後包括這個人行道 看檢討有沒有辦法再拓寬的這個可能性 局長我當然知道現況是如此 你現在講的是現況嘛 現況要怎麼解決 你要怎麼解決 要怎麼解決 這個主要是一個公共的經濟 你現在是藥學者 這也是一個公共市場 你看這都是一個公共的公共層 這個友善空間進行盤點 到底多少東西要做 這樣你下一屆 你要編下一個會期的預算 才有意義啊 你編的預算要要求下一任市長要繼續做 市長 我覺得盤點一下嘛 這個也不困難 也要輔集要市長你主持會議 局處才會要動起來 我覺得這些東西 不能一講再講 台北市身為我剛才提到的 老是跟其他都市 國內的都市來比較第一名 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問題是人家去國外看 我路走很快 輪椅可以通過 歐巴車可以通過啊台北市我也做不到 市長 我覺得這部分來做好不好 好 另外 這個 我有提到 這個 運動體育 這個實業團的概念 那當然啦 那個很謝謝李局長 他們很用心 也找了一些我們市府相關的單位 我們來進行一些討論 但是我覺得 大家好像都誤會我的意思 那不是要做得很大很大的 不是要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棒球隊了 我們以後搞不好 我們有幫忙什麼籃球啊 什麼排球 又很多嘛 我也知道 但是對於 我們整個選手的生涯 的延續 我們要做一定一套的制度出來 實業團就是日韓 他們研發出來他們認為可以做的 台灣其實也有 所以 就像內行的河庫啦 土營啦 他與球選手很多 那個就是大概的概念 那我覺得台北市應該要扮演這個角色 我那天很感動 因為我是衛泉龍的球迷啊 衛泉龍重新回歸之後 我看到說 那個球評講說 現在那個主場在天母球場 我說 終於台北市好像有一個職業球隊了 但是他另外一個主場在新竹啊 所以看起來 台北市其實 市長 你這八年來完全沒有運動風氣 知道嗎 那我要講的就是光榮感 我們在看T1啊 看籃球賽啊 台北好像有這個台皮弄一個 台皮 英雄隊 我們就稍微有歸屬感 我們職棒有到底有沒有 那我們就說一定要有或幹嘛 那我意思講說 我們實業團 正好可以補足這一塊 真的屬於我們台北市 的球員 的運動選手 幫我們爭光的時候 那個才是真的台北市政府 你在你的資源裡面 做好這一塊還對啊 其中你要跟我的意思嗎 這可以做嗎 要找更多的企業來贊助 對啊 不是贊助 就是 我一個企業裡面 我有計畫去培養這些運動選手 這運動選手 搞不好我從 國高中 我就給他獎注金 慢慢的 他變成我們台北市的選手 他幫我們台北市在 這個 全運 這個全國運動會拿著牌 等等的 那後來到我們的這個職業 比如說 捷運公司 又有卡公司 農產運軒道公司 其實我們都有股份啊 我們可以要求做這樣的事情啊 不是嗎 包括台北富邦銀行啊 局長要不要講一下 局長要不要講一下 是 不好意思 謝謝一座的提醒 我們上個星期啊 特別請了蔡副市長 來幫我們開了一個協調會議 那現在就是 我們現在在跟台北捷運公司 以及優惠卡的控股公司 我們在談這個合作 所以最近有比較好的進展 那個市長你知道 我們在體育的產業裡面 體育的這一款裡面 我們常常就是 警察天花很多啦 選中送他很少 得牌喔 哇很厲害喔 大家就每個都要接見 總統行政院長 市長 大家都拍拍手 那時候不知道 運動選手 在成長過程中的辛苦 不敢想想的耶 在過程當中 他要犧牲很多東西啊 你看他每天運動 他不能跟朋友去看卡卡卡 我們很多人在這邊吃飯喝酒 他又不能吃飯喝酒 要維持他的體態 維持他的這個能量 他不見得還要犧牲很多東西 他才會幫我成為一個 很TOP的運動選手 所以 這些東西 需要我們的政府的力量去多幫忙 當然現在政策上 當然有做很多啦 免稅啦 等等的這些都是做出來了 但我覺得台北市 我們如何擁有一個 讓大家會覺得 很有歸屬感的 然後又可以幫忙到運動選手跟運動教練 所以我為什麼提到 你覺得很無聊啊 一直要叫你 要去爭取亞運啊 爭取奧運啊 也很無聊啊 但是你後來回想起來 透過一個活動可以帶動 很多不同的思維跟城市的躍身啊 你會做那些做那些 就要跟著這個 那強迫進步耶 對不對 市長 我常好在和提慢跑 碰到我們那個 倫敦奧運的阿松國手 他在練跑 我覺得真的是 他也很寂寞 他就一個人在那邊走 那當然是一個人跑啦 那我理想說 他到底有沒有很多支援給他 運動生涯也很短啦 他也沒辦法撐那麼久 那這個 再研議一下 我覺得可以來進行 市長 你如果做 這也是你 很大一個 不跟百個市長不一樣喔 你知道那個 兄弟像要 賣出去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有建議 好農民市長 應該要比照廣島鯉魚隊 就日本的職棒 市民球隊 大家來關機 然後把它弄起來 變成一個真的市民的球隊 其實那也是一個創舉啊 但是後來 當然沒去做啦 加上我們現在又沒有很好的球場 所以 大巨蛋 到底現在怎麼樣齁 其實大家也是 好 好 好 那 其實我講到這個 友善城市 那你也知道說 本期一直關心 這個 防災的議題 安全 當然是很重要 安全 我們現在就有很多不同的想像 當然 現在這個 防疫 是防災的一環 當然是 當然是 所以 當時 我們善用的這個 防災室 來透露 來投入 這個 防疫的工作 來幫忙里長 鄉里 做一些 相關的工作的配合 這個很好 那 現在 因為 整個 政治局勢 國際局勢的變化 到底我們 要如何去做因應 比如說現在 這個 惡物戰爭之後 我們開始慢慢的也 來做 來做 軍事的動員 等等的這些東西 那台北市有沒有做好準備 這件工作 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其實我就有具體的建議 像我們 台北市是目前 各個縣市裡面 訓練防災室的數量 最多的一個城市 那我們如何善用這些能力的資源 這很重要 不是 訓練完就沒事做了 我剛才提到說 這個 這個 投入防疫的工作也是一項啊 像我第一次 我還記得就是跟黃副次長 我們一起參加一個活動 我覺得這個很好 所以 是不是有可能 我們把這些防災室聚集起來 未來在區公所的動員上面 我們可以有一個類似這個 防災志工中心的方式 來整合 來掌握這些防災室 來善用他們 那不是一次訓練就結束了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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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意願的話 他可以繼續回訓 會訓練更 這更高級的skill 的技能 是不是 讓他的這個工作可以提升 我們應該會學會 話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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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好,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還好我們台北市有超前部署 所有防災事 所以面對這次疫情 事實上防災事就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們面對一個未知的疫情的防範 其實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在整個疫情的防範裡面需要更多的投入 所以我們現在 防災事不只是我們李林應變小組的一個重要的成員 而且我們也希望說他在防疫跟防災的部分 都能夠奉獻 所以我們除了說把里長、里幹事跟林長 還有相關的人訓練完 我們現在整個里大概有訓練851個人 那今年還要再訓練 光是民政團隊要再訓練600個人 這600個人是屬於民間團體 要來訓練民間團體的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讓更多的階層跟團體 能夠參與防災事的訓練 那未來也是成為我們防災防疫的一個主要的幹部 OK好 這位安居長點到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防災事除了社群的防災事以外 通常我們還把有企業防災事 或者團體的單位的防災事 這個也很重要 所以接下來市長 我們現在有很多新的場館 比如說北溢、北流 這些新的場館 我是要求我們有一些 志工的訓練應該要納入防災的項目 甚至我們有一些常態的職員工 是不是可以投入防災事的訓練 我想這個多一份準備 少一份損失 這話就得高了 是長 可以了 這個我想這個當時其實 在教育部門質詢的時候 我就叫過我們這個文化局 相關的這個單位 他們其實都很樂意啦 不管是董事長也好 或是執行長也好 打人說這不錯這不錯 真好 但是是不是能夠把它落實 其實我們都覺得應該去做的 另外一個舊的議題 藍學長請坐 那個舊的議題 這個要救教教育局 因為我們在整個災害來臨之後 這個災民的收容 除了我們的防災公園 跟一些收容的地方以外 最重要其實是學校 學校 那我以前有質詢過 學校裡面還是有很多類似海沙屋 這樣一個建築物 那我知道我們後來有編的預算 希望能夠把它改善 這我想了解一下 目前改善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基本上 我們大概有1517棟 那我們經過一些screen以後 補牆也完成了835棟 那基本上就是說 現在大致都完成了 那其他如果說 這個有餘餘空間 學校其實說沒有要使用 那我們會考慮到 他如果達到包會 有少數的部分會把它包會處理掉 所以基本上 現在目前建築的耐震補牆 大概基本上都screen 在我們這個最後 今年跟明年 大概都會把整個補牆 這個耐震補牆 或是海災物的改善 其實就是真的超前部署 包括我之前有關心過 每個學校裡面的地下室房工的避難所 到底有沒有 我們好好把它維護 我們現在目前 有177個學校 有防空的避難 避難所 那我們學校甚至也配合 這個防災 也有49個學校是做收容的 那 那每一個他們也有分組 也有分工 甚至包括有一些家庭式的 整個一個配備 萬一啟動 要做為這個收容的學校 我們都有做充溫的準備 這個市長 為什麼提到那個耐震很重要 耐震很重要 你想想看 地震來以後 如果我們躲到學校裡面對不對 趕快有餘震啊 或者下一次的主震都不一定 所以如果他們位主 一個不安全的空間裡面 是更危險 所以我們既然選擇了學校 做我們收容這個 可能要避難的一個 做最主要的空間的話 這部分我覺得要好好來完成 來完成 講安全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講宜居 宜居 大家都會講說 台北居大不易 因為出很貴 貴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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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 武門賀貴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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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對居民來講 他也希望條件可以獲得更好 這中間怎麼取得平衡 就很重要 我剛剛舉一個例子 之前我去一個我們文山區 一個很老舊很老舊的社區 真的 市長你很難想像 那大概就是我們五十年前看到那種 類似有天井 田徑你知道嗎 後來那些居民跟我講說 議員我們一起很想都更 但是碰到一個問題 一樓到三樓的齁 沒有問題 四樓齁就有問題 因為五樓還有加蓋 那他跟建商講說 我五樓加蓋你要送一個 戶數給我 一坪換一坪的話 我頂樓加蓋我二十筆你要多二十筆給我 那我剛才講啊 在商延商哪有可能 你那時候沒權壯 沒什麼什麼 怎麼處理 這件事情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人性的弱點 大家希望都更啊 大家希望他都更條件更好啊 這個 就很能避免啊 類似這樣的東西怎麼講 那違建本來就不應該算都更的 這個其實在 不管是中央所定的條件 其實違建它現在能夠算的產值 只是做 它原來的一些小部分的補償 有的部分 它是屬於原來建築以外 而且都是算它的產值 算它老舊性的條件等等 這個都是有相關 而且我們在頒相關的都更 有一些審查的要點 還有它的造價的條件 等等標準都有訂出來 所以讓做實施者 在將來的這個解釋上 可以跟居民有一些相關的這個規則 可以讓他們去依詢 然後來做說明會的提供 這個都可以 這我覺得是一個觀念的溝通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你頂樓價格 因為就地上路嘛 地上路你要折舊啊 越算是越少 那我可能會越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概念 其實讓大家都知道 其實你當時就是四樓使用嘛 五樓頂樓是大家共同使用 當時是有點像類似約定的方式 要讓你用 你要用什麼關係 其實也有個案是 用了那個地下室防空避難所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其實 如何把這些觀念 跟大家做一個溝通 這樣有辦法讓我們的都更可以加速啦 不然永遠都卡在那裡 我覺得這個是很可怕的 所以市長我當然有整理很多資料 因為時間有限 那你稍微看一下 這些資料都是你們市政府來的啦 你也都知道 就是我們暗數見數 也是 沒辦法跟台北市的進步去相比 如果這個都更完成 我看是遙不可及啦 遙不可及 另外我要講一個 就是這個冰江污水處理廠 這個我當然有拜託 我們相關的局處 要好好去跟他們做溝通 那這個說實在 後來我發現他們真的認為 台北市其實有替他方案 後來不是補償禁的問題都不是喔 所以我後來發現他們說 沒有真的有提台方案 為什麼硬要蓋這個地方 其實他們也很納悶 所以我覺得就這個部分 應該要跟相關的這個澄清者 市民朋友來做解釋 來做這個說明 比如說他說新生公寓為什麼不行啊 哪裡為什麼不行啊 等等的 這些都去做啦 最後的一點 我覺得還是要行銷台北 行銷台北 那行銷台北 大家都可以講很多啦 像最近這個體育局 問我要不要去華龍舟啦 這個當然都很好啦 有個事情我們就很納悶 齊定務 我們也一起去過東京嘛 跟當時的東京都的這個知識也見過面 我們有沒有想要跟東京都結為姐妹式 我們本來就是啊 本來就是嗎 東京都有嗎 東京都沒有啦 你看你就以為有 所以你都沒有去 就想說我沒有去努力 喔沒有 東京都沒有 東京都沒有 最近都還在談說 其實我們可以跟現在台日關係 台北關係是最好的時刻啊 應該善用這樣一個時刻 找一個非常有看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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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